鲜艳细胶外壳打开后长得像无线电耳机 有两块塑胶管子放入鼻孔号称可以提神 这款叫鼻吸能量棒的小物在大陆小学校园非常流行 产品号称无毒有各种口味又便宜 近期传出新加坡小学也越来越行 但是家长担心成分标示不明的能量棒会让小孩上瘾 尽管厂商声称鼻吸能量棒只含有精油天然成分 还有安全的植物萃取物 不少医生却认为可能没那么单纯 部分成分仍难以厘清 最近也已经引发新加坡政府疑虑 新加坡认为要再持续监督 必要的话会进一步采取措施 但上网看鼻吸能量棒随手可以买到 而且价格普遍便宜 台湾小学也有不少人使用鼻吸能量棒 医师提醒家长务必要注意检视内含物 TVBS新闻总和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